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英文也跟我水平差不多 对 到后来徐老师就学贯中西了 对吧 而且 我怎么 别聊了 我坐在梁老师面前敢说 不不不不 俄语尊不会 不是 学贯中西是假的 至少是玩贯中西 对吧 玩贯中西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他的这个生活状态 我很景仰 就是说 我怎么对你全是瞻仰的词 你看他不拍电影的时候 是吧 人家跑美国潇洒着 狗仔队都找不着 是吧 玩得挺美 肥了20斤 20斤是代表 这个重点 卖了某种幸福指数 也不是 我觉得是饮食习惯 我以前是暴饮暴食的 所以我现在瘦了 反而我觉得比较健康 以前我是每次吃都给自己要吃兔 我吃兔过好多回 真甜啊 对 就是说没有饱的感觉比较慢 所以每次吃完饭20分钟以后 你是因为小时候挨过饿吗 也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吃饭急的人就会 我说你跟王朔确实是一路 我最近这两天刚看了一个女编剧 叫廖一梅写篇文章 说是姜文那个电影 他们跟王朔去看什么样片 完了之后吃饭 就谈到满足这个问题 他就说 王朔形容什么事 老是能形容得特别生动 特别形象 王朔就说 我从来就没有满足过 说我觉得人满不满足 跟他吃什么 吃了什么 吃了多少没关系 他说我吃多少 吃吐了我都觉得不满足 你看这不是跟你说的 如冲一辙吗 还嫌我挺满足的 但这个吃东西如果吃的 要老到吃吐为止 其实是身体里面 有点基因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 比如说 特别是一些传统部落的人 他们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 给它踩猎 今天达到猎了 一头野猪回来 常常一只猪 四五十斤的一只猪 三个人 一天把它啃完 他们可以这么做 但是接下去三四天 就预备好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进度了 那么就长期处在这种生活的人 就是能够这么吃的人 那我比较原始 我确实是有点就是 要不然不吃 一吃就吃特别饱 对 不好 不是 过去适合生存的基因 放到今天都是胖子的基因 就糖尿病 对吧 但是而且我就觉得 你还真是活得挺好 要干活了 就夸夸夸夸夸 开动马达 干完呢 又闲云野鹤 玩这么一趟 对 因为我觉得拍戏 拍戏的时候 我会处在特别不正常的状态 就刚才说 我为什么也瘦这么多 一方面减肥 一方面我就感觉 你老处在假抗的那种状态当中 就人就是亢奋 然后也容易急 容易没耐心 就不是我自己想成为的 我自己 容易发脾气吗 也容易 当然我不会发出来的时候少 憋着的时候多 那样更不好 所以我必须 对所以我必须拍完戏 要休息很长时间 我才能把我这个人 重新回到我自己认为 正常的那种状态 你是符合人性的 这是正常的人 对吧 我有时候觉得实际工作也是一种伤害心灵 对吧 而且咱说说你这电影 这个电影 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它这个名字 现在电影起名字很重要 你看什么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俩知道 是这么个名吗 没有俩 只有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知道 我先问这名是你起的 还是王朔起的 还是谁起的 就是我起的 因为我是原来挺喜欢一首歌 叫Somewhere Only We Know 就是那个King 英国一个乐团的叫King 然后我之前把这个歌 当过我其他电影的那个 哆啦啦的时候 一个代替音乐 然后后来 我就一直很喜欢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 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就是英文来说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其实很简单 那翻译从中文来说 其实有点长 这就多了 对但我试过其他的翻译方式 我觉得都不太合适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是比较有 越想它越比较有 那个老王原来提过说 要不然你叫布拉格之脸 多熟啊 这 后来 但是因为当时是我是说 很多人都觉得名字太长 就觉得大家记不住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 然后大家瞎说就说 说要不然叫布拉格之脸 那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想无所谓吧 反正有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跟我们自处一样 也无所谓 我觉得片名常不是问题 而且这个一个名字 他我觉得他击中我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个名字 会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我有一个共鸣啊 我为什么觉得这名字 首先我觉得很感兴趣啊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 我跟你们坦白一见我的往事 嗯 你知道吗 这个每个人心中啊 你别看我这么 我我我我 这么混 我这么别别别别别三的人啊 我也有美好的回忆啊 就是说 我一想这个名字 我就想起 其实在若干年前 我曾经跟一个美好的女孩 嗯 我们俩呢 去某地 世界上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很少有人知道 也有一个很好的酒店 嗯 我们在那儿啊 过了三天 这个风景绝佳如画 你知道吗 而且比那个风景更美的 是我们俩这三天的这个相威相依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三天过完之后啊 实际我们俩也是做鸟兽散 嗯 嗯 就是没有就是种种条件 就不就不能够在一起吧 但是当时两个人啊 就是好像你说这参自私嘛 嗯 就是像这个地方啊 我们谁也不要告诉别人 嗯 就是你知道 当时看见这个新阳美景啊 两个小时明会有这种想法 就说我们谁都不告诉 就是永远就知道 我跟你说你们永远不会去到那儿 但是你看我一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想起啊 为什么我把名字说成了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俩知道 因为我心里就有这么一种 刻骨铭心的这么三天 那个地方是北京嘛 朝阳去 我是感觉 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地方 未必是一个地方 它其实可以是一个事儿 就是我自己会有 比如我跟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可能经历过一件事儿 那经过这件事儿以后 我们俩都相处的关系 跟以前就变成 完成另外一种关系 但是仍旧是非常好的 像家人朋友一样的这种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这个地方就是那件事儿了 在那个年曾经发生过那件事儿 只有我们知道 当时我们因为这件事儿 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的变化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了 对 就有某种记忆啊 对 属于这辈子你想只属于我们两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名字挺打人的 而且呢 当然对吧 得发生在一个浪漫的地方 就不能去朝阳区 对对对 咱们得看看欧洲的朝阳区 咱们来看看 你相信爱情吗 你相信爱情吗 信吧 信吧 你呢呢 没有在一起的 没有在一起的就是不对的 没有在一起的就是不对的 对的人 你是不会是他的 哦 原来还有外国演员 布拉格 这是两段时空的故事 一个是现代的 一个是一九四几年 是从四二年到四七年四八 但四二年只有一点点 大部分都在四七四八四九 哎我先请你说说你为什么选择布拉格拍这片 我觉得有我自己的私心吧 因为其实欧洲我去过很多城市 但是布拉格我没去过 但是我又听很多很多朋友就去了布拉格给我发照片啊那些 就我觉得这地方我早晚有一天要去一下 然后后来我想本来这个故事就想在发生在欧洲嘛 那我就想说 哎我去一个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可能那种新鲜感啊好奇心啊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就选择去布拉格 那这是不是很奇怪 就是你拍电影取景之前就等于先决定了要在什么背景 对对对是 我其实我喜欢有这种新鲜感 一般拍电影不都是因为去过那个地方 然后就想到这个地方适合怎么做怎么拍 然后才决定 当然我之前看了好多资料了 关于布拉格的资料 就是历史上的然后照片啊什么的 而且我喜欢有一种冒险的感觉 就是我没去过那个地方 那我当然又看了他很多资料 我觉得当然小时候我们看那些昆德拉的书啊什么 其实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小情节吧 我觉得 然后又没去过 就有一种去探险的感觉 那我当然拍之前我肯定去选景了 就把那个地方就又真正的走了一转 走了一圈 我也没去过 但是传说是波西米亚之乡 对对对 文道你可以说 这波西米亚是什么路的 波西米亚其实是个地名 是个地区 但它好像代表着一种文化 那只是因为后来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歌剧的原因 波西米亚人 就正好是波西米亚那个地方 有很多比较穷的流浪的艺术家 正好到了西欧别的城市 嗯 然后那么这些人聚着聚着 大家说这些人是波西米亚人 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范儿 其实跟那个地方原来关系 但是你觉得徐景雷算不算有波西米亚范儿的 波西米亚范儿的女 最有名的女主角 当然就是歌剧里面那个女主角 最后是费结合死的 真的 但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就有那种气质 就是说他是很多艺人在街上 我觉得这个是 布拉格给我感觉跟其他城市挺不一样 就是他的那些艺人在街上表演 你就觉得他完全是自娱自乐 就是说你给他放钱 他也不会谢谢你 你不给他放 他照样玩自己玩得很开心 就为什么这是我其中一个 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 就是他那些人不是在乎说 我今天怎么样去赚钱 或者怎么样 他真的是自己非常开心 就是沉浸在跟景色融为一体 然后就在享受我自己的音乐 或者我的唱歌的那种感觉 我们这编导逼风 他拍片的时候 专门就去了布拉格 就拍了一点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街头艺人 就是沉浸在角落的地方 也会有什么样的 就像这一样的那种感觉 坐下来 或许多雷 就像这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来看到这个街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玩着耍着 拍一电影票房过亿 然后又玩去了 然后光当又折腾几个月出来 我估计这片子票房也差不了 还挺贼的 你看情人节 而且这种浪漫情调 你说 我其实我这次 其实我以前拍 这次跟我以前拍 真的挺不一样 也许是那个地方 也许是什么 我这次的 就碰到一个很神奇的事 其实我是不太相信 那些神的事的 就是我有一个 我那段故事的那个外国演员 要需要一个老年的版本 然后我就找了 一开始找了一个演员 就觉得不合适 这场戏就没拍 后来我就 想给那个年轻的那种化妆 然后化那个老年妆 结果化的完全跟魔戒似的 特可怕 真的 就带了一个模子那种的 特别可怕 然后有一天我就 这个事我已经崩溃了 然后我就给我这片人打电话说 我说你做好一个准备 咱们10月份回到布拉格重拍 那我们找最好的特技化妆师 因为那场戏非常重要 最好的特技化妆师 不管韩国 日本 美国 咱们再回到布拉格来 然后他说 我问他花多少钱 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个 差不多100万人民币吧这样 我说好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回来重拍 然后就坐在车上 关键不是钱的问题 是我还要 后期那么紧张的时候 我还要回来再重拍 然后我就郁闷地到了现场 那时候我们拍一场墓地的戏 这个演员我已经几个月时间 从全欧洲找了都没找到 我坐到监视期前 拍墓地的戏 我就一眼就看见那个 来调研 就是墓地的那个调研的那些人里 其中有一个人 我一眼就看见老年的那个 我们叫Dr. Novak那个人 就是真的是 就是锁一堆人在镜头 我一眼就看见他 我说就是他 我说他是谁 把他给我叫出来 然后那老先生还有点 他是谁 群众演员 不是他其实就是 他是一个 他做了好几十年的群众演员 他本来是电影美术 美术部门的一个人 然后呢 刚好演年轻部分的那个人也在 我说那老先生还有点不高兴 以为我觉得他不好 把他从队伍里叫出来 两人往那一站 眼睛颜色一样 身高一样 脸型差不多 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天安安排的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平常人家说我幸运 我还觉得那我还挺有本事的呢 你知道会有那种想法 我还挺勤奋的 对我还很勤奋我还很用功 但是这件事让我觉得 这真的是运气 就真的是天上给了你一个礼物的这种感觉 你真是不能不相信 在你绝望的时候 已经花了那么长时间 是尝试过别的演员 尝试过化妆 全部失败的时候 他就从天上掉下来 放在那个镜头前 我一坐在监人前一眼我就看见那个人 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横跨两个时代的故事 对有一点这个意思 就是等于是一个是小女孩 一个女孩的故事 30岁一个白领 一个是他奶奶当年曾经在就是欧洲学美术 所以他因为二战期间也在 所以他就有点流亡 在几个城市之间流亡 最后到了布拉格以后 认识了一个老外 一个老外 一个捷克人 一个捷克人 大概这样 然后就两个人站在一块 然后我那个年轻男演员就说 那个人很像他爸爸 天哪 对 这个事是让我真的觉得 我这人真的是 天都抱你 非常幸运 后来他们说你这些人 命太硬了 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而且但是可能没有踏破铁鞋无觅处 对 也就没有灯火蓝山处 而且这部戏是我以前 我以前拍戏听说过 有导演在现场会看哭 或者什么 我都特别鄙视人家 我说自己拍戏 我干嘛哭什么呢 然后我这次拍一个镜头的时候 就我拍了 就我第六个电影了 我从来没有发生这种状况 就是那个镜头 然后啪往前一推 我就突然一下就哭得乱七八糟的 那你觉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是会变得感情更坚强 还是更脆弱呢 我觉得会更 对我来说 可能会更向往更温暖和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像小时候 我们以前比如拍电影 就很明显就觉得如果大团圆结局都是什么 肤浅 人生哪是这样 人生哪那么容易 都是大团圆结局 我前三个电影全是这种无结局的那种 因为觉得那样肤浅 可是我后来我就发现 我就觉得 你打开报纸 你打开电视已经很惨了 电影就干脆给人一个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会发生的 感觉我自己会发生这种变化 所以你说这能不能理解 就说为什么中国戏曲里边 最后都是大团圆喜剧 因为中国历史最久 就像个跃进沧桑的老头 老人看多了这么惨的一辈子 到最后就想着 好点吧 好点吧 是吧 他可能就有这么一种 所以为什么通常一些 比如说我们家艺术电影 很冷门的艺术电影 里面如果有一些 特别残暴的场面 特别悲凉荒凉的景象 这些观众都是年轻人 这些观众到了老了之后 就不想再看这种电影了 就以前我们不是老说一个人 随着年纪大之后 你的神经越磨越粗吗 其实不是 有时候把你磨细了 就比如说你要小孩 你看他柴使一个虫子 他不觉得什么 但是人大了之后 他看到一个小孩柴使虫 他都会觉得心里一下 可能对生命的那种珍惜 或者是也许是这些东西 对你的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其实是他的对世界的触觉 还没有磨得够尖锐 还不够敏感 人真的是越老之后 你看了更多的事情之后 你反而更敏感 像有一种电影像 《黑暗中的舞者》这种电影 我真的不能看 就看完以后你出门 会觉得谁都是坏人 刘文涛是坏人 梁文涛也是坏人 那个导演所有戏都不能看 然后像还有一个电影 法国的叫《爱》 是两个老人 所有人都说特别好看 是很好看 我不敢看 你不敢看 我能想象到 它是很好看的电影 是很好看 但我真的不敢看 包括《忠犬八宫》 就这种电影 我都不敢看 我觉得有点 就你说的可能是 就越大反而 像有一天我听 我在剪片子 我妈妈来给我送一个饺子 然后她就突然给我讲一个场面 就因为我爷爷奶奶离婚 我奶奶带着我爸爸和我姑姑 一起来北京 他就讲一个场面 说我奶奶那个时候 在街上为了养他们 在街上摆小摊 我从那一天崩溃了三天 我脑子 因为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就是我剪着片子 我就觉得我妈 你没事跟我说这个干嘛 就是我那天晚上 到后面几天 我晚上睡觉前 我就我一想到这个画面 我就要哭 我就忍着 因为第二天 就他们在街上摆小摊的 他奶奶在街 因为我跟我奶奶感情很好 就是因为我长大的时候 我们家条件已经不错 但我就一想到我奶奶 曾经在街上摆摊 自己做的那种小摊 我就觉得我崩溃了 我就觉得我那几天 全部是崩溃的 我就一直在想 我不要想你 我不要想你 因为他太有画面感了 其实也是感受力和理解力在增加 就是你比年轻人的时候 更多的能够体察到那种 别人的特苦的那种感觉 心越来越软 而且越来越 可能越来越有一点 不愿意面对现实 会有点这种感觉 就我要把它排除在我 不要去想 因为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想这些东西又怎么样呢 就是 你看现在都说哭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 所以你看呢 也有一些民族 有一些文化很奇特 他应对的种种的人间的悲惨 荒谬的方法呢 就是想一些 很古怪的苦涩的笑话 或者有些幽默感 比如说就像杰克人 我觉得杰克人就是这样 是 对 你看布拉格 我们想象得到的布拉格的 大的艺术家 或者杰克的大作家 他们都很奇特 都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 那种幽默感 不一定是让人笑的 它是苦味的那种幽默 对 苦味的 而且或者是 那个东西你说出来很好笑 其实它非常可悲 非常可怕 比如说或者有一些场景 根本不知道这是哭是笑 我想起最初你模样 想起斑驳的时光 你在我身旁 终于不再流浪 我想起熟悉的街道 想起失去的美好 有一个地方 只有你和我 知道